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在好智慧 運動也受不了 壓力肥不可膩 其實我每天都有跑步的 那你跑多久 每天都有四五十分鐘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講 內分泌裡面有一個名詞叫 可底層 反正它就是一種 體內 自己分泌的一種類固醇 背慢慢會變厚 中間會中廣性的類固醇 那是後皮層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 吃類固醇吃很兇耶 你為什麼吃類固醇 有可能啦 因為你把那個細胞就養大了 對… 下午吃對甜食 不變胖又有精神 其實我們在吃這個甜食 真的可以讓我們的色素上升 可是呢 因為你吃甜食進來 如果你的甜食 像是蛋糕餅乾 這種沒有維生素B群的甜食 就會變成你 反而在工作上 你後續續航力就會越來越差 現在有那種健康的甜食 像我有看過 我有同事點 像那種就是 含有顴骨跟筋類的東西 它的B群就會比較高 壓力爆肥真老人 正確減壓該怎麼做 不要再當冤大頭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有沒有人覺得 連呼吸都會胖 曾經懷疑過這一點的 有嗎 易璇妳會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敢呼吸是不是 很久沒有好好 很久沒有好好 真的啊 就是一直要撐住啊 妳什麼時候有去變性 臉都要紅了 好辛苦 妳還可以活到現在 還不錯啦 真的不容易 這種方法 空氣舒服多了 你們看又長了一陣 沒有啦 真的會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原因 是年紀嗎還是什麼 我真的不曉得 真的會莫名的胖 尤其我最近就是這樣子 我最近也是沒有特別吃很多 然後動還是有在動喔 可是問題是就是莫名的 會這樣 持續性發肥 我後來發現 唯一有一件事有改變 那是什麼東西 作息 作息 作息變了 對 就會突然 就比如說妳突然 最近在忙什麼事情 然後就會特別晚睡 然後前一陣子我打電動 就特別晚睡 打電動 他自己胡蓋嘛 其實真的就會因為 因為這些改變 然後妳就莫名肥 其他妳吃也沒有多吃 就很奇怪 穿衣服好貪瘦 是不是 妳被妳發現 妳好聰明 妳幹嘛把她講那麼真實 其實昨天我碰到她的衣服 就寬鬆了 對 真誠的一個人 憋氣了 好 欣宜呢 我其實很像橡皮人 就是我中午第一場錄影 跟晚上錄影 大家看到都會說 妳有差 然後我在錄上都會說 同一天 同一天 然後我會說 我不是中心靈 我是中心疑 妳哪有差這麼多 妳太誇張了 妳太誇張了 明明怎麼會叫錯 沒有 路人 然後那些路人就說 我知道啊 妳很瘦 然後妳上節目 怎麼會腫成這樣 可是我前一天 也沒有吃特別鹹 頂多吃肉 吃油炸的 可是我承認外食族 很少吃到蔬菜 然後可能莫名的覺得 給自己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壓力 不知道 我知道我睡眠不好 一開始就起來 很怕起不來吧 突然驚醒 才四點啊 這種 所以免體不好 才四點半這樣 那吃得少就胖 然後胖都胖在中間 這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其實我被全世界人冤枉說很胖 但其實我是很冤枉的 很冤枉 哪有 誰冤枉 誰冤枉 妳是叫我們跳出妳以前 在參賽的時候的照片 不是 是因為我平常吃東西 是很冤枉的 我不吃任何的零食 我吃零食 妳都吃任何零食的啊 我不吃任何零食 我也 不吃吃任何零食食物啊 他不吃零食 好壞喔 好胖 然後我也不喝任何那個 飲料 含糖飲料任何也不喝 飲料任何也不吃 然後我只要一餐吃飽了 我就不會有任何的宵夜 或者是其他餐 一天就是正常的三餐 我就是個胖子 妳那一餐的量 就比方式三天的量 沒有… 就正常的一餐 我沒有說法 我跟你講 不然把老婆叫進來 沒有 真的 真的是正常的 然後只要我三餐 都很正常的話我就胖 我以前選秀的時候 一天只能吃一餐 真的假的 然後另外一餐 我只能吃冬粉 然後弄點醬油 然後弄點湯這樣子 那我只能說你現在 可能稍微比以前多一點點 是因為幸福 幸福嘛 對啊 一餐 然後再多兩餐這樣 是不是 但是呢 這種我們常在懷疑說 平常好像 感覺沒有吃什麼 那好像連呼吸一下 我們就胖了 為什麼啊 邱醫師 對 我剛聽完他們三個 我覺得都應該掛個號 檢查一下身體 真的嗎 對 你幹嘛來搶生意啊 對 一定還沒有 我會滿這樣子 不是 主要就是因為要檢查 看看內分泌 現場代價是不是有問題 舉例來說像有些女生 它莫名其妙 月經不規律 對不對 然後臉上冒油 甚至會長痘痘 這種的話你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女性激素有問題 對不對 那像男生的話 要檢查甲狀腺素 腎上腺素的問題 那基本上 因為我們知道 壓力會導致身體 內分泌產生變化 像剛剛易軒你講說 你睡眠的問題對不對 那內分泌失調的話 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 會把你這個 脂肪 不容易分解掉 然後一旦有熱量過多的時候 它就會被脂肪吸收 變成合成它身上的油 所以就說你好像沒吃什麼東西 怎麼都瘦不下去 然後越來越分 就整個 主要是內分泌要檢查 所以這個壓力肥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第一個角度是 其實我不想吃 不想吃什麼呢 來看看 其實我不想吃 但是壓力大 心情不好 就想吃 沒辦法 這算宣洩了對不對 還有 其實我不想吃 但有時候咪咪不餓 確實超想吃東西 例如晚上 對不對 你熬得越晚 去看電視看著看著 時間到 一個感覺就來了 對 感覺就來了 就是嘴殘 但其實真的不餓 下午茶也會 來 馬上發難了 什麼狀況 我真的沒有很想吃 你結巴了 我第一個沒有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什麼東西都吃不下 但是我壓力一解除 大吃大吃 然後會慰勞自己 然後狂課食物 但是我第二個一定會有 就是你沒有餓的時候 你就覺得 好像才剛吃飽 大概過一個小時而已 你就覺得 裝飽完了好餓 然後我就要吃東西 就來了 對 因為代謝太快 對 我想說 可能是胃太好了 這樣年輕 年輕 真的 會會這樣子 這人之常情 很多人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也不餓 可是我是那種 我覺得可能是 那時候單身 然後覺得空虛 寂寞覺得冷 覺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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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這個講得真好 覺得冷 爆品乾 而且我是 都不冷 就是 我是宅女 你就懶得出門 就比方說 下了通告之後 我一定會去Seven 買一千多塊的 哇 妳太誇張了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有新口味我就會買 後來我發現 去Seven買的那些零食都 提不動 我就索性看完片之後 直接在那個 期末購物中心 就是因為我會買那些 廚房紙巾跟面子的同時 我也繼續叫餅乾 就一箱一箱的運進來 我老公說 還好我體質 可能不是艾成 不然我就爆標了 一定 一定 對 量太大了 艾成妳這樣這樣吃下去 我跟你講 完全要出家了 對 但是我其實壓力的時候 我的確會吃多一點 比如說 要上節目 或者是宣傳期 我就很怕說 自己沒有吃飽 表現不佳 你這個藉口太辣了 有時候 他比如說要上節目了 我會跟經紀人說 我好餓 但是他說 你忍一下 我說我不能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沒有吃飽 等等這個節目 我沒辦法發揮 就比如說一個便當 變成兩個便當 Double 但是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才會這樣 平常我是 就是很乖吃一個便當 你現在講話很有力 你剛剛一定吃兩個便當 對不對 我剛剛吃挺飽的 而且我看你很常上節目 感覺他上節目 是出來放風的 然後還有 上台唱歌更需要提力 大家知道我上台 都是唱跳歌手 當然 你現在還可以跳嗎 現在 可以啊 還可以喔 我上台一跳 好厲害 那個滿常跑 那個很累耶 那個大概也是要吃 兩個便當 才能上台 因為他吃三餐 那個時候我出外景 我都有碰到他 大集合 哇 他吃東西都跑第一 你知道大集合的那個 遊戲很硬的 他一背背四個女生有沒有 小姐請你讓我背 一背背四個女生 不是很開心嗎 對啊 那個如果你沒吃飽 你怎麼背 你真的要吃很飽 背完一下來 啊 啊 好厲害 所以像出外景 特別那個節目 然後你看到便當一來 你馬上一定要先 快點唱 戰備存量 快點吃 存在體內 真的 好好笑 可是為什麼好像很多人 壓力不好 就會想吃東西啊 為什麼呢 就會吃